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雅芸 今天的影片呢,是一個就是 我大概從開創頻道以來呢 大家都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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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問的一個話題 然後我其實之前就是 原本有講說有一直要增加新的刷具啊 所以就是一直沒有想要拍 就一直delay一直delay一直delay 那當然就是我到現在呢 其實刷具我覺得也不算多 因為我覺得有刷具比我多的人實在是多很多 而且我是一個完全不去專精研究刷具的人 就是我是覺得 欸,用起來不錯耶,好,買 就是這種人,所以就變成我不是一個 刷具特別有研究跟心得的人 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說 拍刷具我真的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但是我會覺得說啊,終於 到了二等一八了 你再不講的話,我覺得真的拖太久了 所以我打算,最近我也沒有特別 要再新增刷具了,所以我打算 就來好好的坐下來跟大家分享 我所有的那個刷具的collection 那假如對今天的影片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趕快開始 那我今天介紹的順序呢 沒有特別的就是比如說從粉底刷開始 就是沒有特別這樣子想要弄 很輕鬆的向你們分享一下我自己平常的就是 呃,用的刷具 所以我就是全部整在一個籃子裡面 我就拿什麼,我就講什麼 然後我估計我依我的懶惰個性的話呢 我基本上是不會上字卡的 所以就是大家請仔細聽我講到品牌 跟那個產品名稱 好,首先第一個刷具呢 這個是一個完全它沒有標籤的 然後我也真的不知道它叫什麼 這個是一個屈塵式的粉底刷 然後這個是之前好像是小仙女跟我推薦的還是怎麼樣 還是 還是會忘記是誰跟我推薦的 有點忘記了 因為這買了太久了 它這個粉底刷就是長這個樣子 大家可以去截圖什麼的 它是在屈塵式買的 然後也不是每一家分店都有 真的蠻麻煩的 可是你看到它之後 你就會知道它長什麼樣子 因為它就是 呃,就是沒有別的很 就是沒有別的特別多的選擇 所以你不會言話聊亂 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它是一個斜角刷 然後我覺得這個真的非常好用 所以假如你在台灣地區的話呢 然後你又是 就是找到有屈塵式有販售這個刷具 粉底刷的話呢 我建議你入手 因為它很便宜 我記得它好像才兩三百塊錢而已 然後就是非常好用的一個粉底刷 你這樣去鑽它什麼的 都不會有刷痕 然後其實讓你的底妝就是非常的漂亮 然後清洗上也非常的好 那它的毛也是非常好顧 就是也不會說 喔因為很便宜 所以就是質量不好 然後它的握把設計也非常的好 所以我覺得用起來的手感非常的好 好的 再來第二個呢 也是粉底刷 這個是SIGMA的F80 就是SIGMA SIGMA 然後F80 就是它的Flat Kabuki 就是專門來刷平的 它上面是一個平面的一個粉底刷 然後SIGMA呢 它們的刷具本來就很有名了 那只是我目前就是SIGMA 我好像只擁有的只有這一支而已 然後這個就是它們非常有名的粉底刷 然後它也是一樣就是平向的 然後這樣去刷 然後這款的話我也真的非常推薦 雖然我記得它的價位 好像比前面這個曲子是高 可是我覺得 其實用起來的感覺是一樣的 但是兩個有一點不太一樣 就是這個是斜角 然後這是平 就是一個像散狀的樣子 那反正假如你本身喜歡SIGMA的刷具 或者是你想嘗試它們家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刷具真的非常好 也不是做一個粉底刷來說 刷起來也沒有刷痕 然後用起來的感覺非常好 那再來是這個 這個是大家真的是問到翻天 就是我每次假如要上眼下蜜粉啊 或是要用蜜粉什麼 都會用這個 然後每次都有人瘋狂問這個到底是什麼 這個品牌呢叫做Morphe 然後我後面會講很多次 因為我很多刷具全部都是Morphe的 所以我拼一次給大家聽 是MORPHE 卡牌 MORPHE 然後這款的話呢 它是這個品牌是沒有入境台灣的 所以假如你要購買的話呢 你要請代購 因為它沒辦法寄來台灣 對然後這個呢刷具的型號叫做E3 英文的E然後數字的3 然後它這是有點像是這樣 砰砰的然後再縮回去的樣子 就是這樣子 然後它的毛真的非常的軟 然後我真的非常建議你上 就是眼下的蜜粉啊 定妝啊什麼的 散粉類的 當然我覺得它上腮紅 我不太確定行不行 但是我目前只有把它拿來上粉餅 蜜粉就是散粉那種 定妝型的產品 然後這個我真的是大推到爆炸 爆炸爆炸爆炸 好的接下來呢是這個 這個呢是Tarte的Kabuki 應該是它這邊沒有寫型號 但是它應該非常好潤 它是一個Tarte的粉底刷 然後它其實看起來是不是毛很大 感覺是很軟很蓬鬆對不對 然後我其實買到它到現在呢 已經非常久了好幾年了吧 可是我用它次數不超過十次 應該不超過五次吧 就是我覺得它真的是刷起來 就是它這樣摸起來 覺得毛好像還行 可是你說真的 你這樣比的時候 你就知道它的毛的柔軟度 還是沒有到很好 就是Tarte這款 跟比如說跟屈臣絲跟Sigma比 就是它還是會有點微微的刺痛 然後確實 你在手背上做這種感覺的話 你上臉你會更明顯 因為臉部的肌膚 確實會比手上這些都還來敏感很多嘛 所以我覺得這款呢 它的柔軟度真的不是很好 然後重點是還不便宜喔 而且畢竟它是Tarte嘛 然後我覺得它刷起來的粉底刷 就是你上粉底啊什麼的 我覺得完全不行 就是會有刷痕 然後上起來也不舒服 所以就是這個拿來上粉底 我完全覺得是一個災難 然後再來就是 我看到有人來上它 是上那種powder foundation 不過因為我手邊上 沒什麼powder foundation可以用 像是Tarte 他們自己就有出一個powder foundation 我覺得用起來或許會蠻好的 就是它用那種散粉這樣去buff in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蠻不錯的 但是我沒有試過 所以我不太確定 但是總結我覺得買這個 我真的超級無敵後悔 就是 好了接下來呢是這一個 哇這個也是 每次使用它就會有人說 哇看起來好好用喔 就覺得很想買這樣子 這個呢是Lamere的散粉刷 然後它叫做powder brush 然後這款的話呢 它這個真的是大到一個 那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是真的很大 然後主要是因為 Lamere它的散粉 其實真的也蠻大的 然後確實 我覺得它 你這樣去沾那個散粉啊 它可以沾得很均勻 而且它的毛真的超級有的軟 它的毛呢就是 喔對了 假如大家有好奇 什麼 好像有些人是會 就是什麼 纖維毛 動物毛什麼 我告訴你我真的沒有研究 所以你千萬不要問我這些問題 我真的沒有辦法回答這些東西 所以就是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不想做刷具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這不是我強項的東西 也不是一個我有專精跟研究的東西 我就是一個很 喔 你感覺不錯欸好買 的那種人知道嗎 就剛我前面講過對不對 好沒關係 就是 反正講你有任何疑問的話呢 我都已經告訴你品牌跟型號了 所以你就自己上網去查 OK 好 這個是Lamere 然後我當初就是覺得它 很軟很軟很軟 然後覺得 好想買好想買 不過它的性價比真的很差 就是它真的好貴喔 它好像這把刷子要3200吧 我覺得真的有點太貴了 然後後來買回來 我是覺得真的還不錯 可是我真的覺得家 要問 要問我重新來一次的話 我覺得我是不會回 就是我不會去買的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是有點太貴了 然後像是剛才我前面分享到這個 Morphe的這個E3 就已經表現得超好的 就沒有必要買這個東西 但是就論它這個產品而言的話 它是真的蠻好的 然後我前幾天看到 Lamere他們 官方就是有分享就是 他們喜歡用這種 砰砰的刷子 來上 氣墊粉底 就是它沒有出Lamere的Cushion嘛 用這個上 我真的覺得很好奇 怎麼用啊 我就還沒試過 但是我過幾天想來試試看 因為我現在刷子 全部都已經洗乾淨了 所以我想說就是 這樣子我比較好 可以這樣去摸給大家看 它本來的樣子 所以它的毛真的是 非常的蓬鬆蓬軟 然後它用散粉 上起來的感覺 是真的還蠻不錯的 可是就是沒有什麼特別 讓你覺得說 3200值得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 是一個Pass 可是它真的是一個好東西 然後這個也是一個Pass 這個應該聽得出來吧 這個就是大大大Pass 這個不知道在幹嘛 好那再來同樣也是這個 這是Lamere的粉底刷 然後它的話呢 毛就稍微偏硬一點 跟剛剛的那款粉底 散粉刷的質感 你看這個會這樣抖動 這個不會 它就是偏硬的 然後但是它偏硬的話 我一開始會覺得說 這種刷子怎麼會好刷 那只是我在櫃上 靠櫃的時候呢 它就是用這種幫我 就是上妝示範嘛 那我自己也有 跟那個櫃姐拿起來說 欸可以借我試用嗎 我就直接這樣上粉底液 然後我覺得我當初 會想買它原因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搭配Lamere的粉底液 就是真的特別的 就是輕薄好上 就是這樣子 推推推 可是我後來發現我覺得 它的不知道是因為刷毛 跟它的軟硬度的關係 我覺得它還蠻容易有刷痕的 就是當你用第一次的時候 其實還好 但是當你用了兩三次之後呢 就會開始有一點點刷痕 因為畢竟上面 已經沾了粉底液 可是我又覺得說 像是屈臣氏這一款 跟Sigma這一款 它這個就是 即便我已經用了一次兩次了 雖然要洗啊 要洗比較好 就是用了就直接洗 是當然是最好的 可是有的時候我就是沒有洗 然後想要用第三次 第四次的時候 我覺得這兩款刷子 都比較不會有造成刷痕 跟還是一樣非常好用 可是Lamere這個粉底液刷 就會變成是 你用過之後 你就發現它其實會 越來越容易有產生刷痕 那這個刷具我記得也要2800 所以總結就是 我覺得以2800塊錢 買到它這樣子的刷子 我會覺得有一點點不太值得 就是我覺得 還可以用啦 可是就是假如要 重新要我說 回到百貨公司 當下要不要買 我會覺得我選擇不買它 對 因為我當下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櫃上上了 Merry的粉底液的時候 真的完全沒有刷痕 真的是零刷痕喔 鼻翼附近都零刷痕 所以我也沒有要放棄它 因為我知道它曾經 有表現到非常好的狀態 所以我就是 我還是會繼續使用它 只是我覺得 我不會推薦給大家 好的 再來是一個 這個很像牙刷的一個刷子 這個呢是Artease Brush A-R-T-I-S 然後這個型號呢是 Olive 7號 對 Olive 7號 然後他們刷子呢 其實都是長一樣的 只是大小不同 跟 嗯 樣子稍微有些不同 可是都是長得很像牙刷的樣子 然後這個呢 是一個YouTuber 叫做Vicky 她送給我的 謝謝Vicky 應該我有很多的小仙女們 也是她的那個訂閱觀眾 所以就是 相信大家應該知道我在講誰 然後也謝謝她送給我這個刷子 因為其實 我原本 我一起講 我一起講好了 我原本自己買這個 這是Artease Brush的 Olive 6 這是6號的 這是6號的型號 這個是7號 欸 差一碼怎麼差那麼多 但是 6號是我自己買的 然後7號是Vicky送我的 然後 其實6號我自己當初買的是 被很多YouTuber燒到 然後 我就覺得就是 他們都說什麼這樣推啊 就很厲害啊 什麼什麼的 可是我後來發現就是我用的這款 6號呢 我覺得很容易有刷痕 而且覺得它的毛其實不夠蓬鬆 它其實毛是偏這種 就是 就是 很 就是有點像Lamere的那種粉底刷的感覺 就是 那種比較偏硬一點 比較扎實啊 不要說硬 因為他們也不是硬 它是扎實 所以我在刷粉底刷的時候 我在刷粉底液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很容易有刷痕以外 就是 我覺得刷起來的感覺不是很 方便快速 所以我對於Artease Brush 就此印象不是很好 然後日後呢 我就用了這個7號型的刷子 可是我發現它的刷毛跟剛才6號的就是完全不一樣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這是6號 這是7號 那你看他們那個刷毛的感覺 7號就相對再柔軟一點 畢竟它的毛 毛稍微再長一點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就它的毛稍微再長一點 所以 7號的刷毛其實刷起來的觸感跟6號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假如你對Artease Brush他們家的刷具有興趣的話呢 我非常推薦你可以試試看7號這個刷子 它刷起來一樣也是沒有刷痕的 只是就是看起來可能有點好笑 因為很像牙刷 可是它刷起來也是這樣非常的舒服 然後整體的表現我覺得非常的不錯 好的 再來呢也是一個粉底刷 然後這個呢是Morphe的M439 這個刷子呢也是我認真覺得非常好刷的一個粉底刷 然後它是一個 它跟那個Sigma的又有一點不太一樣 一樣也是這種 上面是算平的 可是Morphe是有一點帶圓頭的 然後Sigma這個是完全扁平的 然後這邊它旁邊是比較蓬鬆感一點 有沒有看到有點落差 那我覺得Morphe的這款刷起來呢 會更加的沒有死角一點 因為它這個就是假如你上面是平的話 比如說Sigma這一款 或者是屈塵式的這一款 上面是平的的話呢 你在做一些角度的時候 你會比較需要手去搬出一些角度 可以上得更好 可是我覺得這種圓的話呢 可以更加的快速跟方便 因為它有一個非常圓潤圓滑的一個表面 所以上妝起來呢 會比起這兩個的話 會再好一些些 可是我覺得不是 就是假如你沒有那麼仔細的話 你應該是不會發現的啦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這三個刷子是 EQUALLY AS GOOD 所以這三個都是好用的刷子 只是我是說有稍微一點點的差別 是我自己發現到的部分 所以Morphe這款我也非常推薦 好的再來這一款呢 是Morphe的E9 然後這個扁平刷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買來幹嘛 我也很少來用它 我只是 之前很喜歡用的一個上妝方式是 我喜歡用這種扁平的刷子 我後面還有幾個 扁平的刷子 然後我會這樣子刷在臉上 之後再用海綿袋把它拍開來 就是我會把它這樣平刷在臉上 像塗油漆一樣 之後再拿海綿袋把它刷開來 拍開來 可是我會覺得到後來 我比較不喜歡用這樣的方式 是因為我覺得這樣使用的粉底液的量 會比較多 會變得比較full coverage 可是因為我以前本來就比較喜歡高遮瑕 全妝的狀態 所以我本來以前就是會喜歡用這種扁平刷子 那之後後來都幾乎很少這樣 我都是用清點在臉上 然後把它拍開來 就發現越來越少再用這種扁平刷 這個刷子我也覺得 就沒有一定要買 就是一個很突痛的一個刷子 好的再來這個呢 我也是非常的推薦 這個是Morphe的G2 G2 然後它長的是銀色的管身 跟其他剛才前面介紹有點不太一樣 它是一個有點像是這樣圓頭的 然後我一開始還想說 這個毛其實蠻扎實的 就是感覺好像不是特別的柔軟 它也是偏扎實型的 然後這款設計是主要是來 就是壓眼下的遮瑕 那當然有些人用美妝單或什麼 但是有些人還是喜歡 就是上遮瑕的時候使用刷具 那這一罐就是 我從來沒有用過這麼好用的眼下的一個刷具 所以你平常用一些遮瑕膏啊這樣子 遮瑕液 遮完之後你就直接這樣壓 完全沒有刷痕 零刷痕 我真的不開玩笑 因為眼下常常會有一些細紋 或是會比較容易脆弱 跟比較容易呈現乾裂的狀況 那刷具通常又來得比海綿 更容易比較乾嘛 因為海綿沾濕 通常會比較服貼一些些 所以能找到一款就是 眼下壓起來也是非常的 沒有痕跡 沒有刷痕 真的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款真的是非常好用 而且就是Morphe的便宜 這個我真的是大推 好最後一個呢 這個是算是比較新的刷具 這個是我去年買的 這個是Fenty Beauty的Foundation Brush 110號 然後這款呢 其實之前好像是有人把它拿來做那個 因為畢竟Fenty他們 Fenty Beauty他們有一款 是那種霜狀的修容 那之前就是曾經有人用這種來上修容 那我一開始也是這樣做的 因為我一開始發現我覺得 它搭配Fenty的粉底液 有一點點太乾 因為Fenty的那款 粉底液本來就是霧面很乾的 那加上刷具 就像我剛剛前面提到的 會比海綿蛋來的再更乾一些 所以整個搭配起來 我就覺得這個刷子很不OK 所以一開始我甚至買的它 我就把它打入冷垢 你知道嗎 然後我後來就是想說 把它拿來當那個修容霜狀的 拿來用一用好了 所以我一開始就是拿來用 可是我後來覺得 欸其實它刷起來是挺沒有刷痕的 那前提是你的臉色要保濕做好 所以我後來就發現 它呢這種刷子 這個Fenty這一款呢 搭配霜狀的那個粉底液 超級無敵好用 就是比如說 像我之前有那個 比如說香提卡的粉霜 或者是Covermark的草本的粉底霜 就這種比較保濕度高一些些的 不要是霧面的話 搭配這款在我混合肝的臉上 就是用的真的非常好用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 啊還好啦 至少不是一個就是買了一個 像那種Tarte 這種 懶得不知道在幹嘛 好幾年都不知道在幹嘛的刷子 至少找到它好用跟 好用 就是適合我的方式啊 雖然它當初設計應該是搭配 Fenty的那罐粉底液 可是因為真的不適合我的臉 所以我就是就把它打為人工 但還好有找到方式這樣子 喔然後順便講一下 假如大家有好奇 我這個刷具的這個在哪裡買 這個是在IKEA買的 然後是在那種 就是辦公室的那一區買的 就是它其實拿來 應該是筆筒啦 就是我把它拿來當那個 因為我覺得它底下這個有一個通風 我覺得比較好一點點 那像我這邊也有像這種的 這個是我當初是買來放半個 就是我的書桌上面的 拿來是擦筆用的 可是因為後來我的書桌現在就沒了 我現在就把它拿來當那個 就是裝刷具的 然後這個也是IKEA 它是三件 它有一個像是這種 是最大的 然後它是這樣三個一起 我這拿來裝唇彩 就是你可以自己調配 你要放些什麼東西 好的再來呢 這個刷子呢 是我今年買的 ELF的Total Face Brush 這個系列呢 我是因為我喜歡它的眼影刷 等一下後面會介紹 那我就想說那試試看 他們家同一個系列的 臉部的刷具 那這款的話呢 設計上就是Face Brush嘛 所以基本上就是用粉餅 或者是 粉餅或者是蜜粉 那我記得我之前用過 但是我覺得好像表現還好 所以我就是比較少在用這個刷子 但是就是因為它價錢真的很便宜 所以你能說什麼呢 它好像大概才三塊錢美金嘛 大概一百塊台幣而已 可是你這樣摸你覺得毛很軟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毛軟不軟是一回事 至於它的抓粉量跟它的 在臉上的控制的那個 就是好用程度 其實是完全不相等的 就是不能說毛軟就好用 對所以就是還是有一 應該會有間接的相關性 可是你不能直接的就說 毛軟就好用 或是毛怎麼樣就好用 對所以我覺得就是你可以參考 就是我覺得刷起來一定要在臉上是舒服的 這是一定是基本的條件 可是至於它到底好不好控制呢 因為比如說你是上霜狀啊 還是你是上修容啊 需要一個控制的一個方向跟力道跟大小 那其實都有差別 所以就是也每個人的臉型也當然不同 所以就是適合自己的刷具 要自己去做多探索比較好 好的再來這個呢是 A2CH HOUSE的氣墊的刷具 這是當初我搭配他們氣墊買的 然後它的毛也是偏那種扎實型的 可是這款刷具我就比較少在用 因為我後來就是覺得它 有一點點容易刷出刷痕 不是到很嚴重的問題 可是它確實就是不是說 零刷痕的那種刷子 所以我有其他選項之後 我就開始比較少在用這個 因為當初那個廣告啊什麼的 就是這樣搭配啊 我就覺得欸還不錯感覺可以入手 可是我後來入手就覺得 嗯就還好 所以我覺得它不雷 但我不會推薦 好再來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因為會有一些扁平霜開始出現了 這也是ELF的Foundation Brush 可是這款的話呢 它的毛真的是蠻硬的 因為它當初放在那個 那個Walgreens的架上的時候 我是摸不到它的毛的 然後它這個毛真的是 嗯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聽到聲音 就是蠻硬的 所以這款的話呢 就是一個不用買的東西 就是可以跳過 嗨啊 然後我這邊同時介紹兩款 就是Inners Free的刷子 然後這兩款呢 一樣都是這種 我剛剛提到的這種扁平的 這種粉底刷 那右邊 我右手邊這款呢 這個是舊款的 就是Inners Free的扁平刷 這款大家已經買不到 然後這個是新款的Foundation Brush 然後這個是大家應該現在才看得到 就是假如你去店裡想要買的話 你會看到的是這一款 那當然我覺得 比較明顯的表現就是 舊款的毛會再更硬一點點 那新款的毛呢 它會比較軟中但還是扎實的 所以新款相對來講 就還是比舊款好用 所以舊款我現在就不多說了 我只告訴大家我這個東西 那新款的這款的話呢 我覺得基本上就是一個可有可無的 就是它刷起來呢 還是有可能會有一點點的刷痕 但是不是說很嚴重 所以我覺得表現上還OK 還OK 那也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 那這個我已經昨天用過了 所以就是上面看起來髒髒的 對然後就是 我覺得是可以用 可是就是 也沒有一定要買啦 然後就是也是一樣 然後就是把它這樣刷完之後 直接上 拍海綿 那當然你要前後這樣子 去認真的去把它刷出來 平整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的 所以 看你用這種扁平刷要怎麼用 你也可以單用它 然後就是想辦法利用你的手腕的力道 以及技巧 一樣還是可以刷出很漂亮的妝容 那其實是需要時間練習 跟你的手腕的力道 還有你的整個刷具的配合 那當然最簡單就是你 像塗牆一樣 然後直接按 美妝單位是最快的方式 好再來呢這個呢已經 型號已經被我 就是已經消失了 然後這個是Laura Mercier的斜角刷 大家可以去它的官網看 或者去現場看 它的刷具就是有一個 長得是這個樣子 應該不難認 然後這個的話呢 是我記得我剛開始化妝的時候 買了一款刷具 然後這個的話呢 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它是拿來做我拿來畫修容的 然後它剛好是一個斜角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很喜歡就是這樣子畫 然後我覺得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 它的毛軟 就是毛的柔軟程度剛剛好 是偏軟 但不會軟到沒辦法控制 因為畢竟這種修容的地方 假如你太閃 像是這種的話 你這樣你怎麼可能能修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它的那個 就是 怎麼講 那個角度我覺得挺好的 所以我就是拿這個來修這樣 我覺得這個刷起來 是我目前用的 我覺得最好用的修容刷 就是我目前手邊試過的 跟我還有保留的 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用的 那第二好用的話呢 是這個 這個是Murphy的M523 這個的話呢 長得就是 完全是這樣扁平的 蓬鬆的刷子 所以它跟 Laura Mercier這款就完全不一樣 那這個的話呢 我覺得比較適合 contour 其實這款比較適合 精準的 那這款的話呢 Murphy也相對比較便宜 因為畢竟Laura Mercier 它是一個專櫃品牌 所以它的刷具 相對價錢會比較不便宜 所以假如你是 真的有預算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這一款 但是我也覺得 假如你真的是沒有預算 你也沒有一定要硬買這個 你可以試試看 Murphy的這款 就已經夠好用了 所以到時候畫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再把它暈開來 因為它的毛軟程度 其實也非常的好 就是剛剛好 不會過軟 也不會過硬 然後 那你可以就是很精準以外 你也可以好暈染 那這款的話 也是比較自然 就是比較適合Bronzing這樣子 這樣子 這款呢 是Bobbi Brown的粉底刷 然後這個是我之前搭配 我之前有介紹 那個Bobbi Brown粉底液的時候 有並做使用的 然後也有很多人問我說 這個刷子好用嗎 我覺得 因為畢竟Bobbi Brown 在我講的一樣 它也是專櫃的品牌 所以它的這個刷具的價錢 一定不便宜 但是我覺得 我剛才前面已經介紹過的 那些粉底刷 就已經夠好用了 但是針對這款的話呢 我覺得它也是不錯 可是我覺得 就是一個沒有必要 一定要買的產品 然後它也是這樣子偏遠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子 然後它的大小也是偏小一點點 像我剛才那個Morphe的 它還比較大一點 那這個就稍微比較小一點 所以你可以比較 就是小區塊小區塊的去 運作 去把它Buff it in這樣子 對就是也是一個可有可無啦 好那再來呢 這個是BH Cosmetics 反正這個外國的品牌 然後這個大家已經買不到了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 set中的其中一款 然後這個是我一直保留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是非常的 它的毛真的非常的 就是 柔軟度剛好 然後大小也剛好 那我就是拿來做打亮 它打亮起來超漂亮 而且是 不會讓你就是一塊 可是它是很精準的那一種打亮 對 所以就是我覺得它真的非常好用 但是可惜大家現在買不到了 好的再來這支呢 這支是Lancôme的刷子 可是這個是一個 就是國外的一個set中的 一個旅行組的一款 這是乾媽送給我的 然後這款的話 我猜大家可能就買不到 因為畢竟它可能是 可能是國外限定的嗎 我不太確定 可是它也是一個旅行組中的 所以我猜它應該是沒有單買 然後它這款的話呢 我會把它拿來做打亮 因為我覺得它 它有點尷尬 就是 它做腮紅 我覺得 嗯 就是那種柔膠感的 程度不夠好 因為畢竟腮紅 你就希望它可以淡淡自然的嘛 對 所以它的柔膠感我覺得也沒有到很好 但是它的毛也是軟的 所以它也不會難用 所以我是把它拿來做那種 大面積的 大面積的打亮 像我會搭配 那種addiction的打亮 它就是那種日系那種 比較那種 閃耀光透的 我就會這樣大面積的刷在腮紅旁邊 因為 像日本它們那種打亮會喜歡這樣做 因為 就是日本它們櫃姐就是這樣教 就是它們會喜歡把那種 自然的打亮呢 打在 不是這樣一條線 就是打在腮紅的周圍 所以我就把這個刷子 當作是這個特定做使用這樣子 好那再來這款呢 也是大家就是 每次看到 應該已經看到膩了 也是看到非常多支 然後也無限出現在 我的美妝那個書裡面的一個 腮紅的刷子 這款是Makeup Forever的 122號的刷子 然後它其實蠻奇特的 它是有點像兩層的一個 嗯 就是設計 所以它上面的毛 會稍微再鬆散一點 然後從下面開始 這邊的毛 會再緊實一點點 它是兩層的刷子 然後這款呢 其實當初它好像是給我拿來用那個 Face&Body的Foundation的粉底刷 只是後來我發現 它拿來做腮紅刷 就特別的好用 所以我就會拿來沾腮紅 然後就刷在旁邊 因為它有兩層的關係 所以它外面 最上面這一層呢 會格外的 嗯 就是fluffy 所以 在刷那個腮紅的時候 會特別的柔腳感 所以我會拿來上腮紅 然後就會特別的 淡柔 然後很漂亮 所以這款我也是非常推薦 只是我覺得它價外當然相對會比較高一些 但是我目前還沒找到一款 比它還更好用的腮紅刷 好的 那這支呢 是我最近才剛拿到的 Mac的159S刷 然後號稱是一個貓掌刷 就是我今天拿來上 Mac這個打亮的這一款 假如大家對於今天妝容有興趣 還有這款我正在實測的粉底液 是一個Mac的粉底液 有興趣的話呢 我之後會再把連結丟過來 這款的話呢 它是 就是說它是打亮刷 可是就是我覺得 它也是可以拿來做霜狀的 可是我還沒試用過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因為我才拿 昨天才剛拿到而已 所以非常的新 然後 我目前就是覺得它上 呃 粉狀的打亮是還不錯的 但是 我不會覺得說 要因為一個打亮 而買到這支刷子 因為畢竟Mac的刷子也是不便宜 所以就是 我覺得我等一下會分享一些其他選項 我覺得更好 但是假如它也可以上霜狀的話 那我覺得就不錯 就是至少可以多便一些些 因為它是有一點 軟中帶硬的一個刷子 這個呢 是我特別後來很新買的 今年買的一個Morphe的M530刷 它這個Morphe 它這種Morphe就是還蠻爛 就是旁邊會有一些毛啊 什麼的 但是這款刷子呢 我一開始 覺得它毛好像沒有特別的柔軟 但其實也是偏軟的 然後我買這個呢 是主要想來上香奈兒的打亮 因為我想要大面積的上 就是因為像這種 比較這種金屬光感的 你就需要這樣 它畫一道在這裡 就會比較歐美的妝感 但是我當時買香奈兒的那盤打亮 那盤打亮的時候 我會想要就是 有點算是整個布滿我的腮紅區域 這整塊我都想要打亮 那像這種的話 就會上起來 比較精準一點點 就不會那麼的有柔膠的感覺 所以我就買了一款這個 然後直接這樣子 把我的打亮這樣刷進去 融合在我的腮紅裡面 然後讓我的臉頰在轉動的時候 都有那個光澤感 所以這款刷子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然後我就是買 拿來做一個 大範圍的打亮用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這就是我說的打亮刷 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這個是 Morphe的 M438號 然後它是這樣子一個 就是這樣抓起來的樣子 所以其實你這樣去上打亮的時候 會非常的精準 可是它又不會到精準到變成一條線 因為像剛才 Mac的這款就是比較扁平一點嘛 那這個會比較澎潤一點 所以它上起來會有一種 比較 就是自然一點的感覺 然後這款這種我覺得非常好用 所以假如你有預算限制 想找一款就是比較精準型的打亮刷的話 我覺得這款非得好用 BORPHE的M438 然後這個呢 是一樣是剛剛同系列 ELF的刷具 然後這個是Powder Brush 就是它也是說 它是可以拿來上粉的 然後 這個的話呢 我好像試過上腮紅 然後我覺得很不好用 反正我覺得這系列 它的那個臉部的那個刷具 我都覺得不怎麼樣 就是我覺得它抓粉都普通 很普通 但因為它也很便宜 所以你想要它怎麼樣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們就是一個pass 好的再來是這個 這個是MORPHE的M501 然後這款刷子 我當初買 好像是為了要打鼻影 對就是 但是我後來覺得 它的毛有點 有點炸 又有點硬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有點炸有點硬 所以我後來就是 這個也不知道拿來幹嘛 就 擺得好看用的 放在那邊 就現在沒有在用 之前我是拿來畫鼻影 對 但是我現在鼻影用另外一支 我等一下修給你們看 所以這支我覺得也不知道拿來幹嘛 或許也是可以打亮 不知道 但這支我已經沒有在用了 就是放著 除非真的有需要的話 我再把它拿出來用 然後我現在的鼻影刷子是這個 這個是MORPHE的M53E 然後它相對起來的毛呢 就是特別的柔軟 而且上面是比較 毛量是比較完整一點 然後比較膨潤圓滑的 所以我現在就是沾完那個修容之後 就會直接這樣子刷在這裡 就是因為它的那個大小 我覺得剛剛好適合我的這個寬度 所以我覺得這個蠻適合我的 我就覺得這個 我現在都是用這個來畫我的鼻影 好的 再來 再來呢 這個呢 是一顆就是也 大家買不到了 這個也是BH Cosmetics的 其中一個刷具組的其中一支 但是那個刷具組已經買不到了 我當初買那一整個系列組的時候呢 都很難用 只有兩個好用 一個就是這個 一個就是剛剛我剩下那個 那個Fan Brush打亮的那一款 然後這個的話呢 是因為它夠小 所以我有時候會拿來上一些 很局部的 呃 定妝 所以我會上一些 比如說壓眼下定妝啊 鼻翼附近啊 這樣子 就很好用 所以這個刷子我就繼續的保留 可惜大家現在買不到 好的 接下來我同事講兩支好了 這兩支都是遮瑕刷 這一支呢 是Bobbi Brown的 Concealer Blending的這個刷子 然後它比較扁平 然後 呃 刷子也算大 就表面積也是算大的 好 那再來這一支呢 這一支是Morphe的E10 然後這款刷子呢 它比寬度比較寬 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Bobbi Brown的這款呢 比較扁 然後Morphe的這個毛呢 它是比較厚一點的 然後至於兩個人的面積來講 也是有點落差的 不太一樣 就整個表現都不太一樣 那我覺得 嗯 Bobbi Brown這款的話呢 是還不錯 可是它的毛是比較偏硬的 有點紮實的 然後Morphe這款的毛呢 也是偏硬的 因為畢竟它都是要上遮瑕的 然後我覺得兩款上起來的感覺是 Bobbi Brown這款呢 因為它的毛比較少 然後也只有單層一點的感覺 所以它上起來的遮瑕的那個 遮蓋力會稍微輕薄一些些 所以假如你是想要稍微的遮瑕 然後比較輕薄一點的話呢 你可以試試看Bobbi Brown這款 是還蠻好用的 可是這款的Morphe的話呢 就不一樣 它價錢也稍微便宜一點 可是它上起來遮瑕 因為可能毛量比較厚 所以它沾取的遮瑕膏的量會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它上起來的遮瑕度會比較高一些 這款就會相對上起來的妝感比較輕薄 這款上起來的妝感就會相對比較厚重一點點 兩款呈現出來的樣子不太一樣 但是都是好用的刷子 我今天就是盡力的一直在跟大家分析 就是害我覺得我的舌頭有點打擊 今天這個刷具影片應該是很長的 所以我已經用掉了兩顆電池了 所以就是應該很長 大家不知道看完會覺得如何 好接下來這一支呢 是Morphe的M441 這個刷子我也不知道買來幹嘛 當初好像是想要買來做那種blending brush 就是眼影就是暈染那種 可是我覺得它的毛不怎麼樣 又有點硬 所以這個我不推薦 就是一個沸刷 擺在那邊好看用的 好再來一個同樣也是有點類似的沸刷 這是Morphe的M433 其實它們就是這種同系列的沸刷 我也不知道我會買那麼多是到底要幹嘛 但是因為都很便宜啦 所以我就是買的就是 真的以防就是 無備之需的時候 需要一個blending的時候 也是可以拿來用啦 但是我不會推薦大家去買 但就是 對 是一個pass 然後這個呢 是Morphe的B15 然後它的毛其實還蠻就是 偏蓬鬆型的 然後 就這種刷子我也不知道要怎麼用會比較好 就是 它有一點點 就是太過蓬鬆 所以導致有的時候 抓了粉之後 你可能在按壓過程中 可能會散的臉滿 就是假如你的 假如你的是那種 粉是本來就比較容易飛粉的眼影粉的話 你再搭配這種刷子 就會掉得你滿臉 所以這個刷子 就是 我還是會用 可是至於推不推薦 我當然就會覺得不太推薦 但是也不會說很難用 但就是 使用上我會更加小心 就是我會 更加的拍掉 剩餘的粉之後 把它壓好 再開始上妝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是Morphe的B83號 然後這也是一個蠻多餘的刷子 就是 我跟你講我買了一堆 就是一個 買來 然後 不實的時候你可以拿來用 但是就是也不是一個說 我會常常用的一個刷子 就是擺在那邊有需要 或是 剛好前面那個刷子沒洗 然後我需要一個新的刷子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有點像是小飛刷 Morphe的B83 就是也是一個這種 綿綿的頭 對 那也是容易會 可能會讓粉 掉在下面 因為它比較蓬鬆一點點 好介紹一支 真的好用的啦 這個是植春秀的刷子 這一款呢 是扁平刷 但是它型號上面也沒有 你們可以去上網查 它是一個扁平刷 然後這個刷子 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就是它整個 眼影的抓 就是抓粉力 跟你整個上妝的顯色力 跟平滑度 我覺得都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這款刷子 是我真的是 長久以來 一直都有在使用 而且它是我媽買的 就是我媽那時候在用的 只是因為它都沒有在用 後來我把它洗飯店之後 就一直變成我用 這款我真的非常喜歡 好再來是這個 這個是我覺得韓國買的 好像是 就是拉比喲 我大概會念這個品牌的名字 大家自己截圖好了 就是這個牌子的 一個就是雙 雙頭的刷子 然後它兩邊都非常好用 這個呢我會上一般的眼影 然後它是 它雖然也膨 可是它不會像剛剛前面這些 Morphe的過膨 導致 就是掉落滿地 它還是有機會會掉 可是它不是很嚴重的問題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呢 它的毛比較短一點 我會比較喜歡上眼下的眼影 就是變成上面這個是上層的 然後轉過來之後 就可以上眼下的 那其實我不太喜歡雙頭的眼影 原因是因為你把它 擦在這個裡面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毛在下面 所以我會覺得不是很乾淨 所以我本身是 對於雙頭刷子的東西 是蠻討厭的 可是當初買的時候 只是會覺得 啊好可愛喔好方便喔 我就買了 那確實兩頭的刷子都好用 只是我希望它們可以獨立出來 可是像假如我平常出去旅行啊 或者是有出差啊 要出去工作要帶化妝包的時候 我就會很喜歡帶這一支 因為我知道我的 因為工作通常眼影就是 就那幾天 就化妝那幾天而已 所以我就帶這一支 就可以完整我所有眼影 想要用的一個 基本的那個上妝 所以這個我覺得我是推薦的 然後假如你能接受 跟買得到的話 因為這款是我在韓國買的 好接下來這個刷子呢 也是我很久沒有用的 新號也已經掉了 這是Laure Mercier的 它是一個那種眼線的刷 眼線膠的刷子 那這款眼線膠刷呢 我覺得是對於眼線膠 假如你平常就使用眼線膠的話 它這個還蠻好的 就是它是一個正正方型的 它是一個 就是完全是一個摸子型的 正方的頭 然後你就壓了那個眼線膠之後 你就直接把眼皮扳開來之後 直接像蓋印這樣的方式 我還記得這當初是那個 造型師跟我說的 就是你就這樣蓋 然後我真的覺得很好用 就是你這樣壓就好了 就可以壓在你的內眼線的位置 對 所以這個刷子我覺得是好用的啦 然後就是看你自己搭配 你自己平常假如 用眼線膠的習慣的話 你應該會喜歡這個刷具 然後再來是一個 我很早年買的第一支眼影的blending brush 這個也是Laure Mercier的 然後這個就是蠻好暈的 就對於眼窩那種眼凹的暈染刷的話 這支是真的蠻好用的 然後它的那個毛軟的細緻度啊什麼的 都很好去控制 然後整個刷起來也非常的自然 所以這款我也是真的非常推薦 因為我之前有一陣 第一開始當模特兒的時候 有一陣子是 我一直很渴求 想要重新買一些保養品化妝品等等的 然後那個時候呢 因為剛好我的模特兒比賽 配合的那個 呃就是彩妝的品牌 就是Laure Mercier 所以後來比賽結束之後 我媽就帶我去Laure Mercier 我記得那時候當下 然後買了一萬多塊錢 就是買了刷具啊 買了眼影 買了粉底 買了什麼 全部一整套 全部都買了Laure Mercier的 所以這些刷具就是當年累積 就是買下來的東西 好的再來呢 兩個刷子呢 都是MAC的 這個是MAC的239S 然後我左邊這個是MAC的217S 他們兩款呢 都是這種眼影刷 都是扁平的 可是只是擦在毛的長度 跟我覺得 嗯我覺得用起來了 這個會 這個是幾號 這是239 會稍微再硬一點 然後這個 這個是多少 這個217會再蓬鬆一點點 所以這個我覺得 會比較適合刷上眼影 然後這個比較 扎實一點 是適合刷下眼影 可是就是看你 就是有沒有想買MAC的啦 當然我覺得其他 有些像我剛剛介紹一些 Morphia什麼的 都已經可以達到這個效果了 所以這個我不會 不推 但是也不會說覺得雷 就是 一個OK的刷具 阿公仔在抓門了 我中途跑去 take a break 因為阿公仔在抓門 他沒有水喝 跑進來喝什麼都是水 好的還有一些刷具 我覺得拍刷具好累喔 假如我要再上字卡 就是型號 我就會崩潰 好接下來呢 也是一個廢刷 這個是Morphia的E30 這個我也是當初想買 做一個這種blading brush 然後也是一個 有點太大 然後我眼睛也就這麼大 你看他刷子都跟我眼睛一樣大 假裝一下 你知道嗎? 我眼睛沒有那麼大好不好 這個也不知道買怎麼用的 好再來這個呢 是Morphia的M535 然後這個是還OK 可是也是有一點點偏硬的這種 就是也是blending brush 我當初就是想買一大堆blending brush 就買了一堆沒有一個重的 所以 我最後還是跑去用Larmacy的那一款 然後這個也就是 有事沒事就是blendblendblend 這樣子用的 再來是這個Morphia的M167 然後它是一個扁平刷 就是因為我想找一款 就是跟直春袖剛剛那個扁平有點類似 然後這款也是還行 我覺得還OK 然後用起來也是OK啦 就是M167 所以這款假如你覺得直春袖都太貴 不想買 你可以試試看這個M167 這個呢是兩支一模一樣的 只是這個是舊的 這個是新的 然後這個呢是ELF的刷子 它叫做blending eye brush 然後就是我剛剛講那個白色那個系列 然後我覺得好像後來有一點點改良過了 這一支 這一支是舊的 這一個是新的 對 好像可能毛刷 maybe有一點點改良過 但是我最終我還是 因為畢竟舊的可能用軟的 新的還不夠軟 對 所以我最近還是在用舊的比較多 但是我覺得這個刷子就是 ELF裡面是我用的 目前還是覺得最好用的一款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眼影的眼尾的那種暈染刷 因為它是圓頭的 所以我就會拿來上一些那種 知道 眼尾的部分的暈染 好的 再來呢這個是 Bobbi Brown的這一款 叫做angle eye shadow brush 然後這一款的話呢 它是一個聖誕節限定的 然後是一個斜角刷 對它只是就是稍微嬌小一點點 還蠻適合那種旅行 就是小小的放在那個化妝包裡面 所以我當然也會覺得 沒什麼特別的啦 就是也沒有一定要買 那就是現在大家估計也買不到 因為它好像是限量的 接下來這個是 MORPHY的M210 然後這一款的話呢 它就是我想說 可以買了一個做那個 LABIO的這個 下面這個 就是類似的款 就真的還蠻類似的 有沒有看到 它整個樣子就是還蠻類似的 那MORPHY這款的話呢 那MORPHY這款的話呢 我就是把它拿來做一些下眼影的刷 就是它的毛也是蠻軟的 所以就是你可以 畫一些下眼影這樣子 好再來是兩個唇刷 這個呢 是我之前買的 Etude House的 210號的唇刷 這個我記得我是好像是為了湊蠻額還是怎樣的 然後就買了這個 然後就覺得無敵的難用 因為唇刷最介意的是什麼 就應該說 唇刷最重要的是 要讓嘴巴刷起來呢 是非常的平滑平整以外呢 是在嘴巴裡面吧 你嘴巴唇膏不會擦到嘴巴外面吧 對 可是這一款呢 它的那個毛呢 是無限的就是炸開 你有看到嗎 就是它炸開 可是你知道唇色這種東西就是 只要有一點點塗出去就會非常的明顯 所以這款刷子呢 我也是敷了它 好的 再來這一個呢 也是一個我非常喜歡的刷子 這款是Morphe的E17 這款呢 也是我非常推薦的就是 顏尾的這種深色的那種暈染 它長的是這種圓狀型的 所以就是蠻好就是做後面的 深邃的加深以外 也是可以很好遇到前面 這款我自己很喜歡 所以假如你有想買一個 Morphe的這種顏尾型的 就比如說你買不到Elf的啊 或者你買不到 我也不知道其他的 就是假如你想要找一個這種圓頭的 然後Morphe的E17 這款真的很好用 好 再來這個也是我覺得很好用的 這個是Morphe的M431 然後它這款就是長得有點像是那種 小筆尖的那種樣子 可是它的毛是軟的 就是它是軟的這種毛 可是它這個軟呢 又有一個尖尖的感覺 所以很適合畫那種眼影的深 眼尾的深咖啡色 或是你眼頭想要有一點點深邃的深咖啡色的話 它這種尖頭就是蠻好用的 可是它的毛又是軟的 或是你眼尾後面這邊要上一點點 因為它後面是尖的嘛 所以你可以很精準的畫到眼尾 所以這款刷子我也非常喜歡 就是Morphe的M431 再來呢 這一個呢 是植村秀的4F的一個小小的刷子 它這款真的是超級不低小 然後毛的話呢也是算偏軟 可是是不會過軟 那這款你說這麼小拿來幹嘛 你可以把它拿來畫一些眼線 就是那種眼影拿來做眼線的 不管是上眼或下眼影 那不然就是你可以畫眼頭的打亮 這種也超好 因為它的刷子很小 然後這個刷子我也非常的推薦 就是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是春秀的 好的 我終於等我媽把菜整理完了 等它安靜 我再繼續結束最後兩個刷子 這個呢是 OMG 這是MAC的266刷 它是一個斜角刷 然後我覺得就是我之前會喜歡拿來用就是眼尾 然後或者是做眉毛的 眉毛的刷子 對但是因為我現在比較少用眉粉類 所以後來就比較少用這個 就是偶爾真的有要有什麼需求的話 可能會拿來畫一下用眼影畫的那種眼尾 因為它有斜斜的 對只是之前是拿來用眉尾啦 但是就後來就比較少用那種眉刷 好的最後一個呢也是我最近 新買的一個MORPHY的M170之四 M170之四 這款呢是我現在唯一在用的唇刷 它長這個樣子 所以它是比較小一點的 那對於像我這種比較厚唇來說 確實體積 面積有點太小 可是至少它是一個蠻percise的 所以用起來呢至少不會就是 暈到旁邊去 所以我覺得這款是 我就是目前就用這個 我唇刷目前就只有買這兩個 所以我就是用MORPHY的這個 M170之四 好的那我最後面呢來加碼 就是來分享 不是刷具 但也是一個上妝工具 就是美妝蛋的部分 那美妝蛋的話呢 我目前最 應該說我最早一開始呢 都是使用Beauty Blender 這個的話呢 它是 以前是在美國才買得到嘛 但是現在後來住進了台灣 所以台灣現在都可以買得到這個美妝蛋 然後它有分不同的顏色啊 然後也有不同的大小 可是我最終還是最喜歡這個Original 就是最基本的桃紅色這一款 我覺得 你問我上起來有什麼差別嗎 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但就是你覺得好不好看 或是你本身自己就有一些顏色的喜好 但是我最終還是覺得 粉紅色這款彈起來的感覺還是最好的 那這一款的話呢 它雖然比較不便宜 我記得要價應該要個700塊新台幣上下 美金好像是20塊左右 然後再加稅什麼的 但是我說這款我覺得真的 它這個美妝蛋真的有它的意義存在 就是我覺得它這款是 你把它沾濕 一定要把它沾濕是最好用的 沾濕之後把它隨擠乾 然後你上妝啊什麼的 都會變得額外的服貼 然後上起來的妝感呢 也是有遮瑕度 可是當然沒有比刷屑來的高 可是它又不會就是吃掉你過多的粉底液 然後我覺得它擦起來的感覺 擦起來的感覺呢 就是會真的非常的好推 粉底液啊都可以就是非常輕鬆的壓進你的那個臉裡面 然後再來就是你也可以拿它來用上粉狀的東西 比如說粉餅蜜粉 你就是這樣沾 最後可以就是 比如說你喜歡那種歐美的baking 你就可以這樣壓 這樣子 或是你bake在這裡 都可以 粉狀也可以用 液狀也可以拍 遮瑕修容什麼的都可以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多用 而且它的壽命真的很差 這個是我今年才新買的 欸這怎麼凹一個洞啊 這個是Murphy的美妝蛋 然後它也一樣是需要近視的 會是比較好用 因為不然它很硬 它真的很硬 然後它是偏Q彈型的這種 然後它跟Beauty Blender用起來的感覺不一樣 你看它是比較Q彈的 然後Beauty Blender也是比較軟Q的 你會發現兩個的質感不一樣 所以我一開始會覺得Murphy的這個感覺 就應該是不好用 可是我看到很多人分享覺得這個真的是很好用 加上它的價錢又比Beauty Blender來的便宜 也是它是Murphy的 所以目前台灣也是買不到 就是你需要跟其他刷具一樣要靠代購 那這款的Murphy的美妝蛋呢 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它上起來呢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雖然它是Q 可是它也是非常好的 讓可以把底妝啊 都是輕鬆的給它按進那個臉裡面 就這樣拍起來也是非常的服貼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設計比較不同 是它有這樣尖角 所以你想要上眼下的遮瑕什麼的 也是格外的好拍 然後鼻翼這邊呢也是很好拍 然後我覺得它也可以上粉狀類的 可是粉狀類的話呢我就不建議用這邊上 因為它這邊有一點點太硬了 反而比較適合這種斜切面 你就可以這樣壓 上你要上的一些定妝的那種散粉或是粉餅 是可以上的 好的最後一個呢是這種拋棄式的海綿 那這個呢是我給大家看它的圓包裝 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是一般的那種就是屈臣室啊 那種康氏美可能都會買保養或什麼 都會賣的那種拋棄式的 那主要是因為有的時候 它叫做8號專業海綿亮飯包五角的 然後總共有20個在裡面 然後就很便宜 那它其實它的質感真的蠻差的 而且它就是吸的粉底液真的是省多 就是很浪費粉底液 可是對於我這種粉底液有那種二三十罐的人來說 我不介意浪費粉底液 因為我真的很難用完一罐 所以這個不會是一個我會考量的問題 但是我會丟出來給大家 就是它真的非常吸粉底液 假如你是一個很省粉底液的人的話 這個海綿你千萬不要買 就是它真的是吸爆你的粉底液 但是它這個好處就是我平常有的時候 真的是沒時間洗刷具 而洗海綿的時候呢 我就是拿這種超氣勢的 或者是我要出去外出工作出差啊等等的 在飯店裡或是其他地方不好保存這種美妝蛋的話呢 我就會用直接帶這個會比較方便 對我來說工作上是比較有這樣方便的需求 然後我知道最後一個問題大家就會想說 雅雲你告訴我那個盒子在哪裡買了 我知道你們想問什麼好不好 我都會讀新書 我都知道你們想問些什麼東西 就是這些 這個盒子 就是所謂裝的這種 海綿的這種盒子 這種其實你上網路上面 就是現在到處都有人在買這種 那這些盒子呢 這兩個 右邊這兩個 是我在蝦皮購買的 它比較大一點 那左邊這個其實質感比較好 這個是之前我一個美甲師 它送給我的 對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用這個來收納 第一也不會放到地上不乾淨 第二也是 看起來是好看的 對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希望你們會覺得很豐富 而且並且解答到你們 各 就是一直以來 各個人都很想要知道的這個 雅雲到底用什麼刷具 型號是幾號 那假如你對於 比如說它的毛的那個 是動物毛啊 還是纖維毛啊 還是說你覺得它的價位是多少啊 假如對於以上問題有興趣的話呢 就針對我剛才唸出的品牌 還有型號自己上網 乖乖的做一個主動的搜尋的孩子 好嗎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假如你還沒訂閱我頻道的朋友呢 請記得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也記得幫我影片按讚喔 然後也記得follow我的social media Instagram跟Facebook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